诶 诶 诶 这八蛋这是什么 应该不是虫吧 也没有长脚 天呐 李虾快点来救命啊 怎么了 不是救我 是救我的火 这个话不是好好的 怎么了 你看 这些白点越来越多 密密麻麻的 全身都是 这不是借克虫吗 你怎么到现在才发现 早怎么没发现 啊 借克虫 你确定吗 是啊 这个借克虫 它是分两种的 有一种就是那种 打的色的 可以看到那种角 还有一种就是这种 它是被这种蜡汁保护的 那要怎么办呢 这种被蜡汁保护的借克虫 一般的药物 还杀不死它 还要用这种 毒性比较强的药物才行 啊 毒性强的药物 我可不敢用 不要这个虫 没啥子 把我自己这个冰冰 我也不敢用 所以我一般会分两部来消灭它 第一部就是消灭 你看到的这部分 太像了 这一部分的话 我会用75%的酒精来消灭它 记住 濃度不要太高 也不要太低 否则是没有用都 为什么浓度高也不行 因为这个浓度高 一接触到它 它就会产生一种 保护的一种机制 那么就对它没有用 我还是听不懂 听不懂没关系 学着我这样做就行 如果你觉得用这个酒精擦 比较麻烦的话 也可以喷 喷在这个芥克丛上面 也能撒死它 但是我觉得喷的话 这个尸体还在上面 好难看我 所以我一般都是擦 好了 这样就擦好了 哇 真的没了耶 可别高兴的太早 还得做第二步 这个芥克虫很快又会出发 那就是往这个盆土里面 买小白药 把土壤里面的虫卵给它灭了 这么大的盆土的话 买个两勺我就可以 OK搞定